那么还有50% 刚刚说平面的设计重要性 在我们这课堂占 应该是占到80%了 7% 80%这样 那么在平时的这种设计里面 除了平面之外 平面的话 尤其在设计院里 平面的话 可能根据不同的建筑类型 它的重要度可能还有所不同 那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院里面 如果做办公一类的建筑 那么平面这一块 就是平面功能布局这一块 如果是对于一个 纯粹性的办公建筑的话 那可能它的重要度会压得很低 那就是后期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个空间组织 或者是排列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 也比较简单的 就是不需要做太多 那么重头戏在哪呢 重头戏就是在于它的造型 它的立面 它的细部 是总在这一块 那么现在设计院里面 和甲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之中 甲方 他往往不看你什么平面的这些东西 他往往关注的就是立面效果 所以现在呢 当然这种 或者说是这种行业本身 这种态势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没办法 现在运行的方式就是这样运行的 就是可能就是甲方给你提供了意象 给你一张类似的方案效果图 然后呢 给你一个大概 比如说我这地方要做一个一两万的甲工楼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要求 把基地给你 然后呢 给你一个大概的 他可想象的什么东西 然后就交给你去做了 我们接触了很多的方案设计 就从这一点开始的 那么这一点开始以后 要有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 我在这呢 后面是作为一个重点环节 和大家一步步说的 这个呢 是我们这堂课开始要说的第一个事 第二个呢 就是算是设计基本情况的一些 尤其是设计经历的这些认识和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这过程之中 肯定要说到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的 就是说我们设计院里面要操作东西 操作的是什么呢 就是三大设计软件 一个是CID CID是天证 一个呢 是这个SketchUp 还有一个呢 是PS 就是Photoshop 这三大软件 那么呢 现在设计院里面 为什么一开始先把这个要说出来了 因为现在方案设计啊 起点 都不一样了 像我们当年在学校里面做学生的时候 一开始还是用拷贝纸拿来做 其实那是不错的 那是对的 但是现在设计院单位的话 他往没能耐心去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都是在 对于学生来说是课下了 作为员工来说 那都是在你的业余时间 或者是下班外之间去勾勒了 上班时间用哪呢 现在作为方案设计本身来说 全部都是用 以这个软件 直接操作 用这个软件呢 去这个模板 我们注意一下选择建筑设计毫米 模板 都是以操作这个软件去展现你的设计概念 设计方案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展现它 不再做平面的了 因为这种方案的话呢 也是和甲方进行粗其交流 最好切入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 在这个软件没有 没有开发出来之前 设计院里面 很非常注重一个什么呢 就是手绘这一块 为什么呢 因为手绘这一块 可以最直接的和甲方进行沟通 那么现在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以后呢 手绘依然重要 但是它的已经下降了一步了 对于绝大多数员工来说 这个软件的操作 对于方案设计的前期来说 至关重要 所以说各位同学在课下的时候 课上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摸索这些软件的 我只能到时候 今天也要说这个 简单的以几个比较重要的命令 包括PS里面的 我会跟大家说 其实没有太多的命令 就这几个关键的命令 大家把它用熟就行了 然后呢 关于PS里面 我到时候有一个小案例 跟大家说一下 大概要怎么个建模 建模到怎么个深度 以怎么样的形式去展开 这样的一个模型建构 以及去表达你的设计思维 这都要跟大家说的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是 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要 因为我们这前三周 是办公楼设计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一般的办公楼 就是比较纯粹一些的 办公楼都有哪些 我们这课堂上呢 更多的就是以案例的形式去铺成了 那么 我看大家介绍里面 有些关于原理啊 理论性的东西 我们这里呢 可能不可能说太多的 只能说一带而过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推荐两本书给大家 这个呢 我想 既然我们搞建筑吗 尤其是原理这一块 如果说大家没有太多设例的话 这个一定要回去看的 这本是最经典 大家想必也都知道的 彭一刚的空间组合论 这本书 大家要注意的 这是最基本的 关于空间组织建构的一些的基本原理知识 都在这里面 因为可以说 越是复杂的建筑类型 你拆解到最后 全部可以拆解为一个个最基本的空间类型 这一个个基本的空间类型 基本上在这里都说到了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看你怎么样把这些 简单的最基本的空间类型 进行组合 在这个组合之中 其实才彰显真正的建筑设计魅力和难点 其实在于空间的组合之间 单一空间模式其实很简单 我们马上给大家展示几个比较纯粹的办公建筑 纯粹办公建的特点就是单一空间 没有别的什么 因为它的功能本身就要求只需要这样的空间组合类型 就可以了 这是一本书大家注意 另外一本书关于 因为我们这个 大家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希望 从事的是方案设计这一块 那么方案设计这一块 其实是在设计院里面是 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 就是说它这个工种是压力比较大的 因为方案的好坏 直接和你这个方案能不能中标 能不能受到业主的青睐 以及你后续的一些个工程项目 能不能继续开展你的设计业务 直接相关 所以方案这一块说到底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还有的就类似于这种书 就是说建筑设计构思方法 这里面说了很多的 关于你的设计思路 怎么样一步步打开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 当然这个思路一步打开 是理论上的东西 是理论上的 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在客下有所积累 因为建筑设计就像语文一样 就像语文写作文 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是最基本的 关于原理方面的 推荐这两本类似的书 还有一本就是 如果基础比较薄弱一些的 就是建筑这一块 有一本建筑初步 希望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也是有益的 因为建筑方案设计里面 概念里面可能要牵涉到一些 什么设计文化 设计理念 还有一关设计历史的一些相关知识 这些 可能都会刺激和激发你 在方案设计前夕 有那么是不是能积累出一点 spirit 一些个灵感火化 然后把这些灵感火化进行 扩大 用建筑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个是前面的 在设计院工作单位 这个时期应该是已经是 进入设计院之前去积累的 那么在设计单位 或者说是 工程实践这个岗位上 另外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规范了 这个我们也不多说 其中有三本规范 是至关重要的 一本呢 我今天带两本 一本呢 就是这个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这本规范 肯定是需要的 另一本呢 是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还有一本呢 是高层建筑防火规范 这三本 就是算是两本就防火了 一本是通则 那么还有一本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的呢 就是城市道路和无障碍设计 就算这四本规范 这四本规范也可以说是设计单位用的最多的吧 因为防火这一块可能就占两本了 因为防火呢 是在建筑设计工程里面 是一票否决制 就是你方案操作进行的再好 你防火这一块如果有一条不过 你的整个方案就毕掉了 看这有没有 看不到屏幕 稍稍等一下 我看看这个 网络上有没有什么情况 声音太小啊 杂音多 这个声音怎么调一下呢 哦 是这样是吧 哦 行行行 好 可以 网络上这边的同学们 你有什么情况 你们 就是留言发在这 我看到了 我会回你 这个呢 说的是四本规范 还有一本书 今天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既然要做吗 肯定就是 这本书呢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买来 09年版的算比较新的 这是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 这个呢 叫做强规 就是这种强规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遵守的条文 这本呢 作为大家的工具书 以及在于设计里面 设计里面 必须要 要查的东西 就是强制性规范 就是工程建设标准 强制性条文 房屋建筑部分 2009年版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的 这本书 这个呢 算是一个 所有规范里面 有关建筑房屋部分的 强制性规范条文的汇编 所以呢 这本呢 可以帮大家 更加有效的去浏览这些 非常重要的条文 建筑设计 尤其是方案设计 做到最后比较熟的阶段了 就是两样东西在手边 一个呢 是设计任务书 和你的拷贝纸 一个呢 就是规范 这个规范部分的呢 我马上会 检条一些 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要专门 有一节课 我们专门 把这些条文熟悉一下 这个呢 我们上午的时间呢 想做这三部分内容 下午呢 我们有四节课的时间 我们呢 要开始我们一个 比较综合性的 一个办公建筑的 一个建筑设计 第一节课呢 我们说平面这一块 总平面这一块 以及平面 平面设计这一块 第二节课也是的 选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是我尽量选择一些 有特点的 综合性比较强一些的 相对来说 也有一定难度的 而且这个方案很有意思 是我们做一轮以后啊 然后呢 由对方赶快了意见 我们呢 重新修改了一稿 这样的话呢 作为平面深化稿 我们可以和 原式几方案进行比对 在比对的过程之中 我们说明问题 方案一定要有比较性 然后呢 最后节课呢 我们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例面和剖面 因为我们在 我们这课堂上 重点还是在于平面上 简单说一下 例面和剖面 然后呢 我们开始布置作业 这个呢 是我们这办公建筑者 三次课的第一次课内容 今天这一次课 以我说为主 就是课堂上 课堂案例为主 后面的话呢 后面还有两次课 后面两次课呢 我是希望在这个课里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多展示一些案例 多展示一些案例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会穿插一些 小的练习给大家 就是你们 我先说一部分 然后呢 告诉你们 大思路和大方向 然后紧接着 可能有一个小型的 一个很有针对性的 一个练习 让大家做 做完以后 我们现场 我们因为人不多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过一下 然后比如说过你的方案的时候 大家一块讨论一下 以我们这样的方案 来评价 或者是阐述 他这样的一个方案 好不好 好在哪 不好 不好在哪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要点凑 好了 那个呢 这个呢 我们就是简单说一下 我们今天这次课 说的大概一些内容 如果我们这个 我是想把这个案例呢 说的更加详尽一些 如果说不完的话呢 我们就把利面剖面这一块 就丢到下一次课说 平面这一块 我们今天要争取把它说完 好 那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 我们呢 先从方案设计的一般程序来吧 就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设计院里一个任务来了以后 大家都会做怎样的工作 这个步骤呢 大家要如果熟悉的就不用说了 如果不熟悉的 大家要了解一下 大概是做到心里有数吧 一个设计方案 方案任务来了以后啊 第一步呢 会有一个设计任务对接会议 这个对接会议上呢 重点是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甲方交代设计条件 就是提出设计任务要求 当然在此之前啊 设计合同书啊 什么这些都都签过了 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呢 和我们一般绝大多数员工来说没啥关系 我们更多的呢 就是从这个点开始 就是甲方交流设计条件 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想做个什么什么东西 给你描述的 这个会上呢 一个是甲方发言 第二个呢 就是项目负责人 主持安排设计任务 然后呢 把甲方的工作 当然这个这两 这两部分内容 可能是在一个会上进行对接 就是甲方阐述掉以后 紧跟着项目负责人 就会组织大家 一块去去对接去 把甲方的要求吃透 也可能放了一块 这一般小型的项目的话 一般都是放在一块就解决了 比较偏大型的项目 一般这两项呢 往往分开 就是甲方交代设计任务之前 然后呢 作为项目负责人 把这些设计要求和条件 要聚拢 要进行消化 他自己呢 要头脑里要有个数 然后呢把这些个设计任务 进行分配和安排 同时在这个会上 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提出设计的基本意向 这个设计基本意向 直接和方案设计 第一个起点有关 就是方案概念设计 这个呢 可以说是现在方案设计的 第一个起点 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 他有一个他的责任在哪呢 就是一定要把捏住 接到手的这个商业项目的 价值全分点在哪 就是一定要判别好 我这个大的方向 因为如尤其是 这个竞标项目的话 那可能这一方面更关 更更加重要 所以说 对于方案设计本身来说 这一部分我觉得在方案设计前段 非常重要 就是你大方向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办公楼的任务 接下来以后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 以怎样的一个形态 和怎样的一个形式 去展现给大家 去同时让业业主满意 这个呢 作为项目负责来说 他要以他的经验和阅历 去把握这个大方向 同时 然后在此之后 交到每一个设计方案设计师手上的 可能就是一个意象了 就是方案的主持人 或者叫项目负责人 他会提供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就是说我们大概要做个什么样式 当然这个大概什么样式 我在后面在做案例的时候 也会说的 这个我们把程序说一遍 先说一遍 这个呢 算是第一步 就是一个方案对接会 第二个呢 就是方案设计 就是开始于这个设计基本意向 就是这个设计基本意向 就是负责人提出的设计基本意向 这个设计基本意向呢 就是 概念设计 其实是方案设计前端的一个东西 就是概念设计 我网络上面同学 我这个屏幕暂时没有演示 所以你可能看到没有东西 那么这个基本意向呢 在设计院的设计环节里啊 它不是从平面开始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有别于 学院派的这种 每一个客人设计和客人设计开始 学院派的客人设计开始起初呢 是从平面功能开始的 而设计院里不是从这种模式 因为对设计院模式来说 有两点决定了不是 一个呢 是对于绝大设计师来说 平面设计这一块 相对来说 心里都有本账了 不需要专门从这一点 最重要的切入 因为从哪切入 哪应该是最重要的 从最重要的那一点切入 那么从哪切入呢 就是从形体开始切入 从造型开始切入 从里面开始切入 这个是设计单位 进行方案设计的第一步起点 是在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呢 也最容易和甲方进行共识 因为甲方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马上说完以后 会大家展示一个文本 我们先看一个结果 看看这个文本展开的过程 其实就是你在叙述你的设计成果的过程 是吧 其实就是一个思维模式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思维模式 怎么过程的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 作为甲方来说 最容易被甲方接受的一个过程 从形体开始的设计 那么从形体开始设计的话 你怎么展示呢 就是用这个skate app 就是用这个展现你的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 当然这个skate app 如果做到这一步的话 那可能还是比较细一些了 我们马上要展示一个案例 跟大家说skate app 如果要用的话 大概要用到 要用这个软件见到哪种深度 才能够反映出你的设计理念 如果你太体块化了 看不出东西来 那可能也不行 当然这个skate 可能仅仅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没有加任何插件 就是一个以方体为主的一个建构 如果是以曲面体的话 现在还有一种软件 当然这种软件 像我们用的都不熟 叫犀牛 犀牛它就是比较适合间线 曲型曲面的这种 它用的非常好 那么3D也可以 但是3D用的话 它同样也要加插件 那么skate就更要加插件了 skate里面就有两个大厨 第一个就是设计员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本身就是本身软件自带的 还有一个要加一下 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这个课堂上肯定受不了的 你们课后自己去摸索了 就是什么 就是加一个渲染器 就是Vray渲染器 就给大家说 太大了 是吧 就是这个 刚刚那个比没叠 就是这个Vray渲染器 这个渲染器里是个插件 加进去 然后你建出来的形体之后 要用这个渲染 渲染出来的效果 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就是这个 好 从形体开始的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要有三个分项 第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是 推调它的造型 造型是大的体块 那么细部 作为一面 作为细部展开 这一步 第一个是推敲造型 推敲立面 同时要注意一个 就是附会利益 什么呢 就是 附会利益 这个词其实是个贬义词 但是没有办法 实际院里往往就需要一个东西 增加点文化内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商业性建筑来说 绝大多数说商业就是商业性的 它和建筑设计创作不一样 所以 它没有这个玩意 更多的没有这个玩意 那怎么办呢 那往往要好看 所以就得附会一个东西 但是这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体现在哪 体现在温本里面 体现在温本里面 我们把它展示以后 大家回过来看 它怎么附会这个东西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造型这一块 第二个呢 这个黑板网络上的同学 应该能看到吧 刚才在黑板演示 网络上的同学能看到吗 行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的是造型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造型 当然这个造型要从文化里去付贿利益的 当然作为你设计师来说 如果你一开始心里就有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奔着这个利益去做造型 那也更好 那更好 啊 啊 与此同时大家要注意一个 就是文本制作这个环节已经开始了 往往的话呢 一个设计任务组啊 可能又不是一个人 好多好多人啊 那可能我们就如果一个大型项目的话 那可能我们在座的都要开始做 那么可能你三个可能出方案一些 出利益一些 你三个 你两个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去去关注一些 就是这个文本设计 以及文本的内容怎么做 要找一些图片资料去做文本 同时呢 你考虑到这个造型付贿利益这一块 你也要找相关的图片 因为文本制作 因为甲方看就这东西 其实这玩意是成果 所以设计院里面非常关注 但是文本这一块 我们回头展示给大家几个 又能看到你们的玄机 就是文本也摊不上设计 也都是斑斑改改 其实我在这个设计院里 干了这么长时间 真正接触到的文本格式 也就两三套 这种两三套的文本格式是在哪呢 是在PS里面的 PS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你把图片换换就行 那个板是全都排好的 就那种板就行了 包括后面的生态设计环节 还有一个就是 这我们后面再看 我们先说 大家有一个印象 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 大家有印象加深 生态设计环节 生态设计环节基本上就没动 可能就是名字改一改 又用上去了 就是铺面改一下 就这些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边重点了 还是 就是平面这一块 依然是重点 平面设计这块依然是重点 重点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设计院里面的话呢 平面设计这一块 对于简单的 它已经弱化了 正是因为如此 也出现一个弊端 什么弊端 我讲给大家听 平面设计为什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重要到注册建筑师考试 他只考建筑平面设计 不考立面 碰面 造型 设计院里是什么情况 往往很多已经不注重 平面设计了 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设计院里的人 过这门考试过不了 职业毕端 决定的 平面设计 这只是简单一个词 里面有三个 如果分细点的话 有四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 功能分区 杨老师说了没有 说了没有 功能分区 杨老师说了没有 我跟大家交流 大家要回应我的 说了没有 笼统讲一下 那我这地方就有必要系统说一下 因为还有一个可能 他也没有必要系统说 为什么 因为住宅的功能本来就简单 不存在功能 分区 是不是这样 但是对于综合性建筑来说 公共建筑来说 那功能很多块 他就必须得分区 对吧 这功能分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分区以后 不是就分区就完了 看望会形成一个概念模式东西 在设计里面 这玩意叫什么 叫 叫气泡图 注决设设计 注决建筑师考试里面会给大家很多的功能 然后把这些功能以气泡图的形式表达他之间的关联 表达之间的关联 就简单说 就比如说这个是个什么功能 这个是餐饮 这个是门厅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门厅 这个是餐饮 这个是 比如说是办公 他们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远近 如果是比较密切 那我可能用三道杠表示 如果比较淡一些 我们可能就是 关系不是很密切的 那么可能就是用一道杠表示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他这种功能分区之间的 关系紧密度 这个是第一功能分区 这是一个分区 首先平面里面套的是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是 第一个是 功能分区 第二个呢 就是说的是 你分区了以后 它是孤立的 第二个呢 就是功能分区之间的组合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平面设计 其实设计的是这个东西 平分区之间 这个分区 大分区 小分区 一个大分区之间 可能还有若干个小分区 那么这个每一个分区之间 组合 就是平面生成的 根本途径 或者说平面设计 就是这些分区组合的直接结果 这是第二个 是指组合 第三个呢 可以说是 平面设计里面 你要想出彩 你要想生化 你要想做出点文章出来 你要关注更多的关注 它的细部 这一块 关注的是哪呢 关注的是分区之间组合 组合并不是这种硬生生的碰在碰撞在一块 组合之间的 节点空间 这个呢 就是说一平面空间啊 生化呀 修改呀 关键 这个东西哈 这些东西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在头脑里 我们看案例的时候 我会回国 这是哪个步骤 这个是哪个步骤 大家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会发现 尤其在于推敲和生化阶段的时候 第三个组合之间的节点空间 对它的研究探讨修改把握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很多的细节可以说都是这 都可以归纳为这句 这个东西 就是组合之间节点空间的处理 这个呢 这三步可以就是 概括为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完的是什么 它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三大步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点要注意的是 是什么呢 是 你的平面出来了 对吧 你经过前三步的修正以后 你的平面出来了 平面出来以后 紧接着就是要 修定什么 修定总平面 修定总平面的布局关系 修定总平面之间的布局关系 因为不错 一个方案交代手以后 是从总平面开始的 这个总平面 在项目负责人给你的大的方向里面 往往已经有了 往往已经有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面布置 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总平面布置 但是这个总平面布置 只是概念性的 不细致 可能长宽呢 可能出路都比较大 那么在你的平面基本上你定性情况下 你要反过来修正你的总平面布局 如果大了 可能就要缩一点 如果小了 可能就要阔一点 这样的话 多多少少出来 总平面场地上的其他的空间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处理 那么在这一块 因为总平面也是属于平面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做平面的设计的时候 千万别把总平面给丢掉了 总平面这一块 所以反映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反映是一个屋顶平面了 对吧 屋顶平面呢 现在又有一个说法叫第五立面 这个第五立面啊 现在往往越来越得到关注 第五立面 就是第五立面上不外活 就是说有一些构架 天窗啊 各种各样的格式 或者是同级 去反映它的第五立面的一些个 一些个情况 大家这个第五立面 不会专门有个第五立面 那就是在总平面上表达出来 这个呢 是属于平面设计里面的 平面设计完了以后 那你说要不要做立面和剖面呢 剖面其实不要做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 绝大多数的剖面来说 剖面你平面有了 剖面也就有了 平面有了 剖面也就有了 那么作为一些小的局部的一些细节 比较复杂建筑来说 你必须要进行剖面和推敲的 那么立面的话呢 在前面推敲造型的时候 你就跟着推敲过了 所以的话呢 重点其实是落在平面上 这个完成之后 你把立面进行和剖面进行修正完成之后 你的文本也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成文本了 这个怎么样 把它那个 就是写满以后 怎么样一键把它还原 成空把 而只能切换这个是吧 前面的完了以后 其实就是 就是文本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马上看啊 我们先把这总共说一下 这个文本就差不多了 文本出来以后 这个东西就是 提交给甲方了 然后甲方提供反馈意见 然后你修改 进行文本的修订稿 文本修订稿以后 作为二次提资 资料提供 提资过后 如果甲方审定没有什么意见 就提交到上级电视单位 上级电视单位要审 如果说消防啊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就开始继续往下延伸了 就是进行第二步 应该这是 应该是我这上面是 应该是第三了吧 就跟他平行的 第一个是方案任务对接 第二个是方案设计 本身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 这个我们后面来按你看一下 简单看初步设计都做到怎么 这个呢 其实跟方案设计的区别 就是深度的区别 就是深度的区别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再生化一部分 就是施工图设计 这两部分其实是死的 根据相关的规范 相关的图例 你就做就得了 这没什么 没什么太多花样的东西 要有一个有东西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尤其在施工图环节 这个在施工图环节 可能会显示到 有些节点 节点大样和节点做法的设计 可能是要做的 这个是施工图设计里面的 要完成的 就是节点设计和大样设计 这个节点是大样设计呢 是有参考图集 节点参考图集 但是呢 节点参考图集上只是范本 不一定呢 放置四海尔皆准 就是作为原则和原理来说 那肯定是都是符合的 但是作为每一个 不同的类型的建筑 那不一定 你刚好就适合你这个 那么呢 要在基础上进行修改 那么基本东西 你别动它的 基本东西 你别动它的 其他东西呢 根据你的建筑的造型啊 你的需求 进行增改 这个呢 我们马上有 有案例的时候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可以说就是我们 建筑设计的 就是关于设计里面 建筑设计部分 就这一块 设计院里面会分很多组 那么呢 有方案组 有施工组组 在这里面 在建筑里面 至少分这两部分 那规划另外的 规划分 规划所规划分 建筑所里面 可能有方案所 那么对于方案所来说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 最多只做到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就不再往下做了 专门有施工图 一般情况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 只做到 文本这块 做差不多 就结了 然后呢 你 你方案组的人 还有个任务 就是和 施工图的 施工图组的 施工图组的人 要进行方案对接 就是他有什么问题 你要解决 还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要修改改图 改图的时候 如果有甲方 反过头 可能如果这个 可能施工图都出一半了 然后那边 甲方要提供改方案 这经常都有的事 那么你在方案这一块的话 你就要 就跟他就对接忙 可以说 设计院里 50%的共产量 其实就是在干这件事 就是在不停在 改改改图 就是去干这个 真正的设计环节的话 其实已经被淡化了 或者是已经被流水线化了 但是呢 对于我们方案设计里面 最基本的一些 我们肯定是 要 也要注重 并且是说清楚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文本的翻例 我们来看一看 比较之后 不过 之 有点 想 的 我们来看一个文本 我们随便找一个吧 这我们随便找了一个 我们看这个文本就是怎么展开的 我们多看两个文本 你看 一开始展现了什么效果图 先看效果图 那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甲方最多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一开始上来什么平面什么的 他可能不感兴趣 上来就说涉及利益那也枉然 先几张效果图给甲方看一看 就是说我这个建筑做最后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说你的理由 就是所谓的分析片 分析片要什么 要有基地的位置 这就是总平面 然后是交通分析 绿化分析 这是几个分析 然后才是单体图纸 就是平面 平立坡的图纸 然后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里面 我们作为建筑来 建筑设计这一块 我们完成的是建筑部分 因为它有很多 有几排水 结构 我们完成的是建筑设计部分 和总平面设计部分 这个是我们建筑的完成 那这个是一个文本 好 我们再看这个 上来还是效果图吧 沿街的 冰江的好几个面 第一张是鸟看 第一张鸟看 就是总体一个什么感觉 这是沿街立面 这个沿街是主要街道 你展现一个怎么样的